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顶级豪宅开发商的邀请下 究竟台湾著名设计师 Idan 张欣怡 会如何以软装设计 与Yaboo Bushburg的印装 做完美结合呢 当初我们的业主 他在中央的商业区域 他已经设定 它就是一个国际化的区域 就是CBD 我会跟业主的讨论 是从全球化这件事情来讲 就是我们请了一个纽约来的 国际的设计师 他的作品已经遍及世界 而全球化代表其实是文化 还有经济 我觉得是一种生活形态的融合跟理解 而我们怎么做出一个商业的人士 他在全球行走的时候 今天在纽约 明天在伦敦 今天在北京 他都可以悠悠自在地 在这个空间里面找到属于 他心之所归的一种 家的贵属感 那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在软装搭配上面 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那我想空间可以界定人的行为 我们就用圆形的概念去做出 可以自由摆放一个圆形 可以自由走动的客厅 因为藉由这样子的配置 我们让人跟人之间的距离 它的互动会无形 藉由这个空间的白色形态而改变 它会变得更有凝聚力 它会变得更互动 在看似合理 简单的一个家具配置里面 它其实都有它蕴含的精神 价值观 还有它的美学在里面 我们用了一本在讲斯堪蒂半岛的设计的书 来向雅部致敬 因为这本书其实是我们在学习设计的时候 很重要的一本 而我在雅部世界上不同的饭店 有两个地方 就是也都有找到这本书 其实我自己在决定当一位设计师的时候 这本书影响我也很深 我就跟我的团队说 无论如何我们一定要找到这一本 其实它已经绝版了 所以最后是在香港的二手书店找到的 那这本书就被放置在我们的客厅 然后上面放了一个 现在很受欢迎的Kal's的艺术品 在市场上其实也是很多投资者 现在趋之落伍的 我想这个就是对雅部的致敬 我们尊重他喜欢艺术 然后喜欢沉稳国际化的角度 然后我们也用了艺术家具艺术家 然后我们甚至是用了一个 他都会放置的书 去跟他做一个隐性的对话 所以在这场里面 我觉得我们想要传递的价值观是 我们不想要只是用公司强调的美学风格 作为一个主轴 而是我们理解了这个地方的所在地是什么 然后它的在地文化是什么 我们怎么让它可以拥有在地的元素 又跟国际的视野可以接轨 然后做出一个提高它的价值的房子 那我觉得这个任务在我们多年的积累来说 我觉得在这个贩子里面 得到一个很好的呈现 我们当初在做这个案子的时候 其实我们想到的是传承 因为在1950年代 丹麦产生的第一个精品酒店 是SAS黄加哥奔哈根酒店 那他们请了雅各布森 作为他们的606号房的设计师 然后也创造了影响至今很经典的家具 包含天鹅椅 蛋液这种游寄形体的 当初我们在讨论这个圆形的排列组合的时候 我一定马上想到的是 雅各布森1950年现代主义的家具 因为我们是楼中楼的楼高 我就不会选用天鹅椅 SWANG 我会选择蛋液 因为它的包覆感还有它的高度 我觉得它的比例是很适合的 在去年他们也适逢周年 然后推出了限量版的颜色 然后全世界只有1958张 那我觉得这样子具有意义的 可以传承的家具 就应该要放在一个可以被传承的房子里面 顶层Paint House一直是各大豪宅 就是保留给最好的客户的一个地产物业 所以我觉得这个椅子跟顶层的夜景 还有白天看中国尊的这个景象 其实我觉得它是相得益彰 就是更能显现这个房子 它在这个CPD里面的独特性 所以我认为这个椅子 它其实在这个客厅的正中心 是有一个画容点睛的效果 这些年我们做过的案子里面 我们有很多的女主人 都是专业的珠宝收藏家 那我本身也到法国的VCA 有进修过珠宝的课程 所以我们都会知道说 在矿石的含量里面 它们有哪一些物质是属于珍贵 有贵族跟珠宝的意向的存在 那像VCA它也是现在除了祖母绿之外 是很多珠宝品牌会用的一种原料 当我发现这一块从巴西来含有绿VCA 还有云母金还有水晶的玉石的时候 我是很开心地把它收藏起来 那终于可以在这个案子里面把它用上 其实有时候石头它是一个大片的块状 那你要把它切割成什么样子的图案 然后揭取哪一些部分 是我们设计师可以自己去决定的 而我其实决定的图案 当我们从二楼的楼中楼往下看的时候 它其实从大的餐桌到茶几 它就会形成三幅 具有绿色 水晶 自然纹理的图样 那我觉得其实这个家具 它也是形成我们的二楼往下观看的 一个艺术品的部分 顶层它的单价其实是远比高楼层 还要再昂贵很多 那对于客户来说 它为什么非得选择一个楼中楼的顶层 而不选择往下第一层或第二层 具有同样的景观就可以了 我认为是没有做出一个软妆的物件 是让它觉得只有顶层才能办到这样子的条件 所以当下我们就决定 一定是从灯具里面去做出这样子的变化 因为只有灯具才可以拉高这个轴线 那你可以从二楼看到是一个景象 从一楼感受到的又是另外一个灯光的变化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选择灯具 它的错落的形态其实会把这个宽阔感 这个空间的拉高感做出来 那其实这个是它楼下所谓的平层的空间 没有办法去拥有的条件 所以我觉得灯具在这一户顶层的房子里面 它具有一个把这个顶层 是这么的稀有跟难得的一个条件 把它展现出来 因为其实在这一层楼以下 每一层楼都达不到这样子的要求 所以这个灯具它就会形成一种勾起人们 对于顶层空间的一个欲望 也是一种触动它灯光 一种感动跟美感的触动 很重要的一个地方 所以我们当初选择了这个灯具 我用了二十感大大小小 然后去展现自然容颜的效果 第一个是它的形体 其实也呼应了淡影我们所谓的自然的形状 当时在这个空间里面 光是调这个灯具的排列组合 我大概在里面坐证了两天 师傅就是跟着我说 这边要往上往下 然后往后去调整 其实这是一个有高难度的事情 那为什么要这么做 因为我要确保它从楼下的空间走到楼上 再从楼上的另外一个房间 导引到另外一个房间 它每一个角度看待这个灯具的时候 它给它的心里都是有一个美的触动在的 那这件事情我对于比例 还有远近三个不同的颜色 所形成的一个错落的端景 其实它在我脑中已经演练了很多次 所以我认为灯具在这个物业里面 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 我们的餐桌上面的白色 不管是酒杯盘子到刀叉 其实我们对于品牌跟它的形体的设计 都是有一个脉络跟讲究 在刀叉上面 我们最推荐的当然就是Christophe 因为它是要细致去保养的 所以在全世界的顶级酒店里面 你会发现它们都会选用Christophe 作为它们对器皿讲究的象征 告诉大家说 其实我们重视的是每一个 你可能没有注意到的细节 那在餐词上面 我们当然是选择爱马斯的St. Louis 它的颜色跟它的历史的脉络 你都会觉得它就是一个经典 因为所谓的经典 它就不用随着时代而被淘汰 那它就可以传给它的下一代 我们人一生有三个资本 一个是经济 一个是社会跟文化 那经济当然是最快速可以累积的 但是文化资本这件事情 它是时间需要最慢 它需要生活 需要时间才能够去积累的 我觉得楼上的起居室的规划是这样子 它本来没有放置家具之前 你会觉得它是一个很狭隘的空间 它同时也是房与房之间的一个过道空间 那我们怎么样用多层次的沙发 然后又可以达到休闲的感觉 然后又有感觉它其实是把空间拉长很大气 因为我们在旁边也放了两张单影 无形之间就拉长了这个客厅的宽度 因为它是走道区域 所以我们也选择了一个低倍 意大利式的沙发的设计 因为这样子其实你就不会显得楼中楼的高度 显得太过于狭小 在选择家具的时候 我觉得设计师的考量不只是颜色层次 跟它可以代表的生活形态 在比例上面怎么样跟它的天花高度 做一个规划 也是一个我们要去深刻理解的专业 我们人一生有三个资本 一个是经济 一个是社会跟文化 那经济当然是最快速可以累积的 但是文化资本这件事情 它是时间需要最慢 它需要生活需要时间 才能够去积累的 所以在豌豆公主这件事情是来说 它在告诉你的是什么 它在告诉你的是生活 对质感的讲究这件事情 是一个根深蒂固 就是积累在你的生活习惯里面 所以当一个公主她落难的时候 告诉别人 以前没有Facebook可以去认证你 你怎么判断她是不是公主呢 在童话故事里面 他们就给她堆叠了一百张床嘛 然后下面放一个绿豆 然后就问公主睡得好不好 那公主当然回答睡得不好的时候 他们就认定她是公主 这件事情象征的是什么 就是公主其实她从小的累积 她对于生活所有的细节的质感 她的感官已经被训练成非常的敏锐 所以这个东西好或不好 它是具备判断的能力 所以这就是我回答什么叫品味 不是最贵的东西就是品味 一个人有没有品味是 她对于一件事情有没有她的兴趣 然后艳遇去累积 然后她就形成了一个 她具备判断这件事情优劣的能力 所以当然我们也很希望 搬进去住的这个假房 她能够一躺在这张床上 就会知道其实我们不会只是做形式的美 我们对于生活的细节是非常讲究的 我们会让你在睡觉起来之后 就知道什么是我们希望 为你创造的生活的质感 那我们选用的是英国女皇的床 叫Savar Bed 当初她在创立的时候 是因为英国第一个有电梯的酒店 在当时非常的奢华 他们的创办人找不到适合的床垫 于是就做了一个制作床垫的工坊 然后我很喜欢她的一个照片 就是有一个女孩她要在旅行 然后后面的人帮她抬的不是行李 是一张床垫 象征北京最高端的样板房里面 我认为我不辜负雅布的期望 因为她是五星级酒店的设计师 就是一定要放置一个好的床垫 所以这件事情是我们很希望 为客户去打造 但是她却很难去体会跟看到 除非你真的理解 也真的搬进去住 知道这个床垫给你生活的影响力 在CBD里面它代表是商业 从整个历史来看 其实商业就是一种虚虚实实 没有什么事情是亘古不变的 那我相信能够买这样子房子的人 他们其实对于永恒这件事情的期盼 是很不安的 大家都期待一种永恒 但是永恒其实并不存在 我们其实想要表达的 就是在虚实之间 这里是你的家 你在这里其实都可以找到 你稳定的力量 还有一个安静的地方 所以我们把这个镜子 也放在她的书房里面 那我认为这个才是艺术品的意义 我初步在形式上 我就设定是一个圆形 因为圆是一个聚合的概念 圆的这个形式 又跟中国的传统的这个形式 是蛮mage 我觉得家的功能 应该是一个很稳固的 然后不管是在什么状态下 你回去都可以得到一个 精神上的补充 然后一个休憩 休息的地方 你在那个地方你就不觉得累的 然后我就想到了 唐代陪修的诗 它那里面描述的 其实就是一个人生里面 很多的东西是虚实互建的 月亮原本在天空中的 但是它倒映在水里了 然后花本来是长在泥土里 应该是稳固的 但是它飘散在空中 我现在隐喻的是一种 时代的脉动 我要让它借由这样的意境 去思考说 我的一个家庭的重要 北京住宅高耸入天 被称为云端住宅 因此 埃等在玄关地面 以相云图样的圆形地毯 与收房圆境的水月空花 在虚实之间相互呼应 透过埃等的软装成设哲学 建立与地景呼应的 软装艺术脉络 让每一样单品 都和空间产生了对话 在梯间 过道空间 利用墙面高度 展示台湾艺术家 郑婷婷三部摄影作品 借由拍摄 从伦敦图书馆 进来的各种语言书籍 传达会很多语言 并不代表国际化 增重多元文化 才是真正的国际化 符合CBD国际精英风范 与国际融合的概念 我最感动的是 甲方他在面对别人的询问 为什么要选择 一个台湾在地的设计师 然后去跟亚部长 国际设计师合作 他说我认为 埃等的国际式也是没有问题的 你可以从他对平面的理解 跟他对于家具 还有很多decoration的细节 你都可以知道 他们是跟着国际的潮流 跟脚步在走 因为我们在这个组织上 跟对这件事情 不断地专业 不断地追求 不断地投入教育 心力成本 然后最后得到一个 有设计背景 然后跟这么多国际设计师的 公司的任何合作 我觉得这就是对我们的肯定 就证明了我们的方向没有错 然后我们会投入更多的心力 投入更多的热情 在我们未来的设计的路上 所以在这里我也很谢谢家方 然后也很谢谢团队 让我们可以在 这么稀有的物业里面 对未来的主人 去展现什么是家 什么是国际 然后什么是专业 Idan透过平面承设配置 体现空间地缘优势 将软装承设哲学 结合艺术美学 融入空间 仿佛达力的红尘沙发般 让生活充满灵魂寓意 为空间意住居者身份品味 为要上北京的云端住宅 尊容定制 顶级生活饗宴 想看更多Idan 江星宜设计师的精彩设计 请上网搜寻设计家